演員林輝銘 黃新浩 郭宇辰 林偉傑等人 14號出席新戲發布會 劇中大搞CP戀情的他們 戲外也是滿滿的粉紅泡泡啊 大家不要看普樂劍 戲林那個角色感覺 呆頭有的樣子 他私下人設不是這樣的 他在片場的時候 大家叫他里長國 到處跑來跑去 好像在做選民服務一樣 重點來了 他時不時會跑去 欣林輝銘一下 我現在帶了戲林和晴去問你 請問你是用這種方式 在融入角色嗎 就是當時就是看他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就會在空氣裡面這樣 親一下 我想說我怎麼沒發現 因為我在空氣裡親的啊 我以為是 紋頭髮怎麼有拿 嗯 膠什麼 他在親你 就是我覺得他眼睛很真啊 他眼睛就想親下去吧 我是沒有注意到偷親 但是他說有 有沒有花絮嗎 到時候給我看一下 我覺得信號讓我害羞的時候 反而是私底下 因為他無時無刻都在關心你 跟照顧你 我很常時候都覺得 哇 如果這是我男朋友 那該有多好 你都被照顧得好 真的你人就坐在那 吃的都在你桌上 你冷的話外套都蓋上來 你有特意在撩他嗎 對啊 因為我就覺得他長得就是很 需要人家照顧的樣子 對 所以每一個需要人家照顧的樣子 你都會這麼做 沒有 裡面有吻戲 然後因為我平常在車上會喜歡吃那種 梅子的軟糖 我想說男生跟男生之間沒有必要去做一些清潔 還是刷牙什麼的 然後我就只是竖了個孔 然後我們兩個就開始拍吻戲 結果那天我就把那梅子給他吃 他說 這味道好熟悉 我就說就是我那天清潔的時候吃的 對 那清潔的觸感你覺得怎麼樣 軟軟 喔 因為他嘴唇蠻很厚 蠻好清的 你真是害羞耶 對啊 他很害羞 但他的嘴唇其實也蠻好清的 他不是無刻都在塗護膚 對 因為我個人嘴唇比較容易乾 所以我就是會常常放一條護唇膏在抱抱 其實我嘴唇也蠻容易乾的 那我乾的時候就可能偷信他一下 沒有啦 開玩笑 開玩笑 而星系首映當天剛好就是白色情人節 這位演員也貼心互送小禮物 完全就是情人無物吧 就是我送的是我們那時候殺青禮物的粉袋 然後我自己再做了一點裝飾 然後又放一點掌握我們的照片 後面寫上你再拿就再拿 我們劇中手裡的牌子 因為送這個是因為我覺得可能 一段感情的危機就像照顧盆栽一樣 水不能太多水不能太少 要很適度然後很細心的排涼 所以送給阿管我們繼續一起探討下去 這個照片是我們那個戲 然後還沒開拍前 為了不講感情 然後我們兩個就突發心想 去那個看那間房間 然後拍照片 看一下 這個 這其實就是 因為我覺得 愛不應該分 有那種各種的框架或射線 但還是要注意安全措施 對 所以我覺得是很適合 請送給錢姐這樣 這是那個禮物的 主要是我們 其實那個不是一開始就去開房間 對 因為需要佈置我們的 我們的住所 我跟劇中少林跟阿管的住所 我想說可能要一些床上的照片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情侶 對 我就突發起想說 欸 你晚上有什麼事 沒有啊 怎麼了 然後我們去開房間 我就由我開房間 對 他是有點嚇到啦 我就說那個就是火工作嘛 那我們就去這樣 房間的費用是誰輸的啊 一人一半 本來是我說我出啦 AA字 因為畢竟好像是我 強迫他去那種感覺 但他後來就是AA啦 AA字啦 沒想到還有這樣的幕後小故事 只能說這對CP實在是太甜了啦 沒想到還有這樣的幕後小故事 只能說這對CP實在是太甜了啦 請回擊一下 請給我吧 阿闆 請給我驚訝 請給我驚訝 謝謝 請給我驚訝